而且他们那边那个牛肉干的店主属于正宗的猛族人 他们行事方式就非常的不绝 办公室啊什么吃都是不错的 可以私信七七选用的 其实这个视频号就是这个 然后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私信他 他下播后会看到 刘欣是真的不要脸啊 怎么好意思的 他直播带货真的有人买吗 近日姜哥妈妈直播带货后 有网友发现刘欣也开始直播带货 还卖有关人性的书 在直播间还有网友问他价格 真不知道他的受众到底是些什么人 当年刘欣官司输了 还要人为他筹款 而且还曾给姜哥妈妈发私信恐吓 姜哥妈妈痛失爱女青年 将三人送进了牢房 但却没把刘欣送进去 这也让很多人鸣不平 两人的恩怨纠缠了五六年 今年一月份才终审判决 姜哥妈妈这几年一直在维权 如今直播带货也是希望有经济基础 来支撑她维权和养老 也希望姜哥妈妈越来越好 你刘暖欣却一点都不承认错误 怎么你的脸在哪里刘暖欣 你的脸呢